金湖它是京剧里面的最重要的伴奏乐器 是随着京剧艺术的形成 在湖琴的基础上改制而成 我是国家京剧院的青年金湖演奏员 孟令轩 它的构造非常简单 一个琴弹一个琴筒 两根弦两个琴轴 它的音色跟小丁琴也非常像 我有的时候向国外的朋友介绍 这件乐器的时候 我都会说它是一个 二线的乐器 我们说学金湖头三年 都是三年载机声 非常难以驯服 我本身的性格比较喜欢挑战 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个性 非常有脾气的乐器 它跟随我学习 学琴已有六七年七八年了 那个样子 这个学生在我所有学生里头 可以这么说 算最聪明的 也是最勤奋 这个乐器本身是特别难 有京剧那一天开始 就几乎没有女士 连演唱者 那时候唱老旦的老太太 全是由老生扮演 改革开放以后就那个京剧 女生就越来越多 因为她们女生 更有感染力 有的男士就表现不出来 女士倒是有表现出来 所谓说 怎么这么多人 女士说不太适合拉京服 因为京服的乐器比较刚 拉京服的局限肯定是有 比如说她的力量上 可能要弱于男性 但是女性她拉京服 她有女性的美 她这个美跟男性的那种美 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不认为 女性经过努力 经过反复的训练磨练 不能达到京服所需要的 那种力度 在这个时代 她需要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这个时代 对京服的要求 也是对女性的要求 我好像从上学的时候开始 就会经常地去听一些 京剧很鼎盛时期的 一些珍贵的经典的录音 我觉得老录音它的 它特别有味道 它特别那种 对我一听录音 舒服来画了 我每次听这些的时候 都会觉得这些非常 我都觉得自己能够 在这个时代 作为一个这种 艺术的传承人 这种国粹的守护人 就觉得非常地自豪 虽然说它带给我的 这种在金钱上的东西不多 但是我觉得 自己在做的事情 都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价值 我如果没有成为金湖演奏者的话 我比较喜欢自己煎个小鱼 弄个蛋糕什么的 可能会成为一个烘焙师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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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